即使回來啊 位於基隆港邊的自立書店 老闆陳尚惠今年已經101歲了 他年輕時自學小提琴 退休後自學劇情 不只忌普功力一流 甚至出書傳授劇情演奏法 年輕時自然 年輕時自然 發生了她 一季啊 我買了一季 在講幾句 她說 我從澳洲有一個季母 他們說出一季 說成了 不然聽到我年輕時 有受託提琴 這裏說是攝影師小提琴的 對 小提琴 這裏有聲 有聲 有聲 到最近 在幾年前 我重點退休 我就自己去生 這次去生也沒辦法給我表演 竟然沒辦法給我多生年 就想要去表演 阿公玩劇情超過三十年 不只吸引喜歡音樂的人 以情會友 也默默培養一群忠實聽眾 我在這邊附近上班已經二十幾年了 每天經過來買文具 都會看到阿伯在這邊拉劇情 我聽到他拉劇情的旋律 讓我都覺得好熟悉好懷念 每天下午 成相會就會坐在最熟悉的位置 擦拭他的古董劇情 有時也會和女兒合唱 秋水依人 望春風等一首首動聽的歌曲 在書店外飄送 阿公陶醉的神情和樂音一樣迷人 在門口拉琴的優雅身影 也成為基隆人記憶的一部分